原來他什麼都不懂 小時候父母就將他放在保護膜裏 危險不要抖 最重要是讀好些書 大家好我是羅乃圈 我是一個女兒的媽媽 同時我是一個妻子 現在還是一個婆婆 我有一個孫子兩歲 我一直做了很久親子教育的工作 我有一個信念是覺得 需要像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題目一樣 是要正向引導和關愛同行 為什麼覺得需要正向這麼重要呢 因為現在的父母很多 我們叫自由奔放 他喜歡怎樣就隨他吧 但當你有他的時候 真的他喜歡怎樣就怎樣 你管不了他了 我們作為父母 我覺得小時候 我們是他的父母 要保護他 到六歲左右 六歲到十二歲 你真的要做他的老師 要做他的guidance 帶領他 給他一個正確的人生的方向 品格的訴訟 到十三到十八歲 青春期 我很喜歡有人說 你要做他師父 什麼叫師父呢 就是你找到他有什麼潛能 就幫助他去發揮 讓他發光發熱 十九歲以後 都可能要做一下他的朋友 陪著他 和他同行 但又要做他的加油 要鞭策他 這個就是我相信的正向 但正向當中 都很需要關心他 因為這一代的年輕人也好 孩子也好 他們缺乏了真正的愛 我們給他的是匿外 什麼叫匿外呢 這個世代的父母 是過渡了 不是我說的 這個作者叫做 Julia Litchcock 這本書叫做 《如何養出一個成年人》 是史丹福大學的 當時的學生輔導的主任社 為什麼他會寫這本書 因為他說 有一天 他在這個dorm那裡 就見到一位的學生 他拿著整大堆行李 不知道怎麼辦 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 I don't know what to do 整堆行李怎麼辦 怎麼搬進去 原來他什麼都不懂 小時候父母就 將他放在一個保護膜裡面 危險 不要抖 最重要 讀好些書 過度的保護 還有 就是過度的指導 不要以為 我們這一代的父母 是任我們孩子發展 其實個個都有期望 律師 醫生 不說而已 暗瓦底一樣要 我記得有一年 我就去美國 加州 就做一個叫做家庭的營會 就接觸很多 那裡的華人家庭 那些父母都告訴我 很難先進到那間大學 還要去補習班 有些甚至要食藥 給孩子記性好 讓他們可以考進去 你想想 那個壓力多大 過度的關心 隨傳隨到 最近有媽媽告訴我 兒子要去美國 讀大學 他都走 我問為什麼你走 他說 我打算租房子 就住在他的當旁邊 讓他一天三餐 都有媽媽煮的菜 我在想 我們那個年代 去外國是學獨立的 但現在不是 他們不需要獨立 什麼都有人照顧周到 甚至爸爸媽媽幫他找大學 入不到嗎 想盡辦法給他入 我們這一代 沒什麼挫折 所以遇到挫折 他們就不堪一極了 什麼叫正向引渡關愛同行 我從五個角度 眼、心、頭腦、腳步、手 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 眼界要廣 一個人眼界 為什麼能夠廣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看多些書 你說我看網上的文章 可以 但不要只停在那裡 要從那裡一路引發出去 直到找到一本書來看 這是我一路閱讀的方針 可能因為在溫哥華 也有一個電台節目 迫我每天都要有八分鐘 新的資料 所以我不停留著自己看書 你說你去哪裡看書 我記得有個作家這樣說 你心裡有一個問題 你就找一本書來看 於是他覺得自己抑鬱 我去圖書館借抑鬱的書 抑鬱的書 抑鬱的書看一看 你看到他又曲另一本書 而且這本書更好 又去借另一本書 所以你閱讀的世界就會越來越闊 你有興趣這個問題 完了抑鬱 可能你喜歡瘦身 你不去看瘦身的書 你想幫助孩子生涯規劃 你去看一本書說slash 很多的東西是讓我們的世界越來越闊 還有第二就是多觀察 什麼叫觀察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周圍的人事物 我有另一個 嗜好也好 副業也好 教小朋友寫作 剛剛才有一班 那班小朋友我經常都跟他們說 你看不要水過壓背 看完就算了 你走出街 你看看這個人和這個人走在一起 他們什麼關係 這個人為什麼會自然治癒 你觀察多點 然後嘗試去猜測 猜測錯不要緊 不是叫你告訴別人 你用看人的眉頭眼睛 其實這些都是EQ 第三 多遊歷 你說現在不行了 疫情很難去遊歷 上網 有博物館的影片可以看 當然真的出去遊歷的時候 我很欣賞一位很尊敬的前輩 其實也不是前輩 就是大哥 先宏志大哥 我問過他 我說 你怎麼看旅遊 他說旅遊就是你去到那個地方 千萬不要去那些明星 因為個個都去那張照片 就是那個地方你要拍照 那你去富士山 和我去富士山有什麼分別呢 我又是 他說你要去到那裡 和那些人交流 我說但是不懂語言 他說不要緊 就是不懂語言 你都可以交流一下 所以我記得我去年去東歐 那我就去到柏林 就和那些人聊天 我用 他們不是很懂英文 我都問他 Are you happy 就是用最淺白的英文 去瞭解他們的民生 去看什麼 博物館 圖書館 書館 我一定去的 是的 還要看看那裡的街市 甚至如果看貧民區更加好 我覺得遊歷 是應該這樣 你才能夠瞭解那個城市 而不是好像罐頭式 人家去哪裡 你又去哪裡 我們大家想 其實後面有個背景 是富士山 那就已經去過了 第四 多吸收 嗯 我很記得我的老師 曾經跟我說 他說奶圈 你要做一塊海綿 就是 面對不同的人 面對不同的事 你盡量去吸收 我又很記得 我有位很尊敬的作家 陳映珍先生 我昔日是因為 受到他的感染 就開始了一個專欄 叫人間略影 他跟我說 即使在最黑暗 最陰暗的角落 你跟那些人接觸 你會看到光 你在那些人裡面 看到的光 是很真實的光 那我也都因為 他這樣的一句說話 曾經開始過專欄 其實我 我也是一個採訪記者 我訪問過一個盲人的家庭 爸爸媽媽都看不到東西 摸摸摸摸 我去採訪他 我還記得打開門 沒有燈的 他們不需要開燈 兩個子女就沒事了 隻眼沒事 然後爸爸媽媽在廚房 黑暗中 煮了一頓很好的飯 我簡直看著 很熟的 很熟練地在那裡煮 他們衰貧 逆樂 我經常都講親子教育 但我依然記得 那一幕的圖畫 大家在那裡 吃爸爸媽媽煮的麻婆豆腐 很開心 爸爸媽媽夾送給子女 子女跟爸爸媽媽說 多謝爸爸媽媽 有時候這些 不一定是一些理念 當我們親眼看到 我們看到 其實即使最平凡 最缺乏的家庭 只要當中有愛 這個家庭就是幸福 就是快樂